北港故事館 在東中的教母義士當中 北港修作故事館也真是起用 規模現場是在大部的規篇參觀就好 看到我們的吳平峰董事長 非常用心 利用少年人創新的精神 來設立這個北港故事館 北港故事館的一個成立 我想對北港的這些意識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利多 讓他們的表演 讓他們的藝術成就 可以有一個地方來展現 如果跟我們故事館 一旦在外面這裡 動作是一個休息站 然後建議就給我們故事館的 介紹的呈現 一定可以了解到我們北港 很多的漂亮 包括我們的實境 這座故事館當初是 北港抓牙牙齒指五平峰 發覺北港文化很豐富 稍微重塑讓人了解 就決定提供重點 配合管轟件案 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打造 不然來上席記錄 北港上有的社藝術文化 以及人文風景 提供藝術做展覽 目前我有跟吳建恒 這個年輕人 因為他就是跟我們台灣的文化 傳染去到國外 所以我把他個人的故事 先來做一個開始 北港的故事館 開放的時間是 會知道是八點到 會不會是六點 北港中有一個 記者的文館 說天南三和他的頂屬 聽來給予是歡迎六館 相處 讚新 也期待未來發展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提供給一個 創作者還有一個展覽者 一個平台的話 我相信在我們地方的社區 還有各方面的產業能夠帶動起來 這是一個無形跟有形的結合 現在故事館也正式開幕 民眾來北港 約一個參觀的地方 可以感受北港豐富的人文風景 北港的故事館 無憑人 請請 歡迎 小魚子 歡迎大家來吃吃飯 記者在家三藏不動